到底是多少 我們這部被訂閱觀看 我們來鏡頭來一下 欸沒有吧 我幫他本本改造完了 然後我的宗旨就是一定要開高X 我喜歡奎丁 我喜歡奎丁 昨天應該要壓制多了 這兩針腳要這樣出來 一定要這樣 這樣 一副這邊要被侵犯的樣子 哈囉大家好我是奎丁 大家好穿這樣 應該知道我今天要拍什麼主題的影片了吧 沒錯 今天呢我們就是要拍 風格大改造 我平常玉姐的風格也被我發揮 發揮到淋漓盡致了 你看大家對於我成熟 性感又美麗大方 又強悍 不要嗎 他媽是不要喊 誰要那麼習慣了吧 我會很溫柔 我這該死 因為我出了安放的魅力 本來應該是毫無缺陷 但是我覺得我少了那麼一點點 那麼一點點 就那麼一點點可愛 所以今天我們找來了 耶~~~ 你是貨音嗎 對 大家好我是本本 我剛才說我缺了這麼一點點的可愛 一點點而已吧 你妝可愛 這樣 好可愛喔 壞蛋了 好我覺得其實是嬰兒肥的問題 因為我臉很胖 可是你臉沒有肉 所以你就會顯得很成熟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今天我就是要改造成像 你這麼可愛的女生 蘿莉吧 蘿莉是什麼意思 它主要是指年齡 如果你很小的話就是蘿莉 不管你幾歲 在網路上說 臉好不好看才是重點 所以我是蘿莉 你是宇婕 所以我臉不好看 不是 如果你的年紀很小 你是蘿莉 但是如果你的臉不好看 你就再見 四五年紀很大 不是 你幾歲 幹你屁事啊 你幹嘛學我啊 因為我今天就是要 學你很煩耶 讚耶 你真 哈哈哈哈 因為你有胸部 你扮成蘿莉的話 你就可以被說成是假蘿莉 會蘿莉 所以 真蘿莉是 讓你這樣 其實我也沒有很平好不好 只是沒有那麼大 那玉姐呢 玉姐型角色 這個是外表身材 個性氣質 成熟的年輕女性類型 哦 如果太柔柔的話 就不能被稱為玉姐型 對 身高通常160公分以上 低罩杯以上 通常當玉姐 Ginni Miceo 我這樣到底是多少 妳是不被訂閱觀看 人人來鏡頭來一下 欸沒有吧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應該除了性感之外 可愛應該也可以兼具 其實只要人長得好看 就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可愛的八字眉 我的天啊 很疤嗎 很疤 很疤嗎 我沒問題找到這樣 這八字眉不是不能控制的你知道嗎 我只要沒事就會八字眉 我沒有辦法 就是皺眉頭啊 沒有辦法 好那莊可憐 我幫她本本改造完了 基本上我認為的玉姐風車穿著打扮比較成熟 撩起來 哪裡撩起來 妳想撩啦 我不能撩啊 只有撩裙子了吧 成熟的妝感 成熟配件 我自己也算是啊 就是走比較緊身的風格 然後我的宗旨就是一定要開高唱 妳剛剛選的這件沒有 可是 它這件也是有達到一樣的效果 就是緊身 我覺得夠緊 就夠性感 我們來幾個性感的pose 展現一下玉姐的風格 叫一下吧 我叫一下喔 好來 我叫一下 請參考 妳喜歡這樣的風格嗎 非常的不喜歡 怎麼說 很麻煩 妳要一直打扮自己 妳必須要把妳的妝化得 濃一點點 妳的腿必須要夠細 胸部必須要夠大 身材必須要夠好 我曾經有想要 承受一下 對 可是我發現我真的沒有辦法 跟妳個性這樣不是比較合嗎 妳看妳用這個動搬喔 講一下妳那時候 當初在開頭的時候 本姐初集通通搞定吧 本姐初集通通搞定 本姐初集通通搞定 有嗎 她有氣勢嗎 我是學妳的 有一點喔 本姐初集通通搞定 好啦她撥一下 妳把她發聲的跳出來 好像搞不太定欸 合算了 我放棄了啦 這集給妳們笑啦 就笑啊 讓妳們笑啊 我就爛 我覺得這樣子很不準 自己在那邊講說 自己適合自己不適合 真的很不準 我現在打給 台灣YouTube界指標性的 男性代表 眉毛界的男性代表 笑她嗎 好 我會笑 喂 嗨 嗨 真的欸 呵呵呵 蛤這是什麼 什麼真的 妳有把眉毛毛 這是飄物 喔不是喔 妳有什麼態度 妳是不是開心一點 再一次再一次 這是飄物 喔是喔 太爛了 太爛了 我想本人比較帥 那是因為妳的手機不夠好 好啦 妳要多久 那妳眉毛才會變淡 已經變淡了 呃 那妳沒救了 哈哈 好我們重來一次 嗨 嗨 該到房裡去喔 沒問題 欸 你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兩位的風格 已經很相異了嗎 很相似 說錯了 我想一下喔 風格有一樣嗎 我就直男看不太懂啊 妳喜歡玉姐風對吧 現在發行的話 我比較喜歡奧莉丁的 我們要問妳 我們的風格 妳喜歡哪一位 我喜歡奧莉丁 說我喜歡奧莉丁 剪進去 的風格 來不及了 欸對了 我記得喔 在女YouTuber二選一裡面 我有看到 有一段是 我跟愛麗莎莎PK 妳就選愛麗莎莎了對不對 不是 因為人家是殺雞嘛 假如今天都是換作是別人 就是會選我是不是 那肯定啊 那你怎麼講的 好像Jerman覺得自己很搶手啊 妳如果短頭髮 我也會選妳的嘛 我非常喜歡一個人 不會管她的頭髮是長是短 也是啊 如果我真的喜歡這個人 她去霧眉 我也沒關係 我頂多就是 跟她講 妳不要再去那一家 還喜歡啦 妳不要不喜歡我沒關係啦 可是說實在的 我會覺得 因為奧莉丁 在我心目中 就是走比較明顯的形象 然後本本就走比較努力 一直是少獨懂 所以 我會有點不習慣 跟我心目中的本本有一點互差 可是奧莉丁的話就是 穩定叔叔 我心目中那個很漂亮的 親手女形象的奧莉丁 妳可以把親手女子三個字拿掉 好 親少女 可以嗎 可是奧莉丁形象也不像少女啊 妳不要走少女路線吧 我真的要走 妳們當然要轉換風格是不是 對 如果少女路線 我覺得本本就會獲勝了 所以玉姐的話妳選我 蘿莉的話妳會選她對不對 對 渣男 她臉應該很混靠 來下一個風格就是蘿莉 最後一塊我就卡了嗎 欸對 太好了 本姐出擊了 本姐出擊 通通搞定 我覺得很尷尬 很自在啊 剛才那個才尷尬吧 我現在懂妳剛剛感覺 沒有我覺得妳這樣很適合欸 屁啊 而且我剛剛也沒有笑過一遍了 妳一出來他們就在笑 一直笑 喔 幹 啊 啊 啊 跟你講你知道缺什麼嗎 缺什麼 缺假髮 妳就換個髮型 對 我有幫妳準備假髮 我剛才已經把妝容都弄得跟妳差不多了 但是我覺得腮紅要打中一點 一定要有種紅紅可愛的感覺 好 專業化妝 對嘛妳不知道這個可以打腮紅嗎 先紙紮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戴假髮時刻 我最近一直在戴假髮欸 可受之才 欸妳這樣好像那個 紅布娃娃 紅布娃娃 我只是記得 洽急會跟人家的腳腕 害我之前腳都不敢站在床底一下 Do you want to pay again 妳就是愛麗莎莎 抱歉 直接戴嗎 欸很可愛欸 妳真的真的 妳長得好可愛喔 我覺得我很像男男女裝 然後呢 再幫妳準備了一個 觸耳朵 這樣戴得住嗎 戴得住嗎 完成 怎麼樣 好尷尬 尷尬嗎 我自己個人覺得很尷尬啊 我很不自在欸 我覺得好像那個韓船 妳的韓船 韓船要怎樣 就是跳舞啊 所以我是可以可愛的 你可以 假裝自己吃個娃娃 然後手要這樣擺好 嘴巴微開 給妳大一點 妳越來越像娃娃 吃娃娃 為什麼要這樣穿 因為蘿莉就是可愛 是啊 配件蠻可愛的啊 妳要教我10點拍對不對 好 10點拍 好 那妳先示範 超難欸 妳真的超難的 超難 我這一點不如立 妳要放開自我 不能有羞恥心 對 挑一挑 你們覺得我適合這種風格嗎 你們覺得我適合這種風格嗎 喜歡的話就在下面留言喔 喜歡的話就在下面留言囉 啊 妳寫好 大家先 現在進入下一個評測的環節 我們打給電競界的代表 共生 他一定被迷到昏倒 哈囉 哈囉 你好 你好 想人都怕了 坐著好 哈囉 哈囉 就不講話了 在幹嘛 我們今天很像娃娃 娃娃不太講話 他從屁嗎 左邊那個很像 平洋室裡面被處理的那個 我比較像鬼啦 那我像什麼 你說一下 像 浩玉姐 你等一下 暫停給你看一下 噹噹 嗯 怎麼樣 就 你覺得哪個人比較可愛 就比較可愛喔 我真的可以考研究一下 要不要近一點啊 好 近一點 我覺得本分比較可愛 可愛層面喔 那我呢 搖眼 見貨類型 我知道 因為你裝可愛裝的不夠 你要裝可愛 好 小米 喂 所以 綠姐跟蘿莉 你比較喜歡哪個風格 蘿莉會不會被被抓走啊 但是他是合法蘿莉欸 蘿莉還是比較喜歡 成熟一點 那個感覺要有 不能太幼稚 他覺得我們兩個都不及格欸 對 他覺得想被抓走 這樣才會讓你擔心 他覺得我們要 小不小 要老不老 沒有 我覺得蘿莉有一個 基本的原則 就不能看了 什麼 蛤 沒事沒事 你真的不能幹 不是啦 你剛剛是說不能幹吧 蘿莉一定要國中以下 那他剛才一直講說什麼 蘿莉不好會被抓走 但他就是喜歡被抓走的感覺 沒有 這樣講 我只跟我喜歡成熟的 你是想成熟 但是是國中以下的女生 對啊 不錯 你看嘛對不對 主要是年紀的問題 他喜歡對小朋友亂來的感覺 小朋友就愛 就不要 天生不要 啊 很刺激 叔叔帶你吃爸爸 對 然後就把他帶回家 嗯 對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蘿莉 最基本的是一定要那個妹妹頭 就是很年輕 我自己的看法 根本沒有想蘿莉啦 你造型也不適合啊 造型是等等要去夜店是不是 如果你老婆每天都穿這樣蘿莉裝 你能接受嗎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他如果裡面再加紅紅裙 然後就會一直撞到你 哈哈哈哈 這樣子很奇怪 就是要拍什麼東西啊 正常我會這樣穿嗎 沒有他想要跟你來一個 然後還會演 營造一個隨時會被抓走 讓你擔心一下 隨手服呢 隨便 葚萄姆 葚萄姆 那就這樣 沒有什麼好問的了 可是你剛就說你喜歡 他喜歡長得像玉姐的真蘿莉 他要真的蘿莉 身材像小孩長相像玉姐的 因為他身材 我覺得她把外表本分比較像蘿莉 還不是是說外表其實我比較喜歡跟妳 對不對 過了吧 但如果我跟妳老婆妳選誰啊 跟我老婆選誰 妳不用選啊 當然是我啊 好啊 掰掰 蘿莉風格還有玉潔風格 你們選哪個 你覺得我們都適合嗎 我覺得我這個風格不行 很像偽娘 我不知道為什麼 妳知道通常長得比較漂亮的女生都比較像男生 那可以 像這樣玉潔風格妳OK嗎 不OK 我剛剛很便扭 就是妳應該給我一個初心者的 但是我們直接跳到那邊 因為緊身意啊 妳就是要展現妳身材 蘿莉我覺得應該就是要展現自己嬌小的感覺 可愛 對 蘿莉應該要壓制作 這兩隻腳要這樣出來 妳要這樣 這樣 一副這邊要被侵犯的樣子 我對蘿莉風格真的是 沒辦法駕馭 你們覺得對我可以嗎 底下留言 你覺得我可以嗎 對於Joeman的同城的反應 你們有什麼感想 剛剛他們兩個都不知道我們到底在幹嘛 重點是他們好像都知道我們天生適合什麼 覺得我們兩個分別適合什麼樣的風格 有真的能夠駕馭一次的風格嗎 以下留言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按讚 記得幫我訂閱 掰掰 謝謝 動算 最終我的臉書跟IG 只中他的臉書跟IG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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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喔 對不起 我跟在場所有的白癡說對不起 我跟你講很不自在喔 很怪 你還一直做小副 還是很細好嗎 你在這邊 我說好了 早知道剛剛不要吃飯了 你要電嗎 要那麼大 算了 這樣而已 差很多欸 直接變成另外一個人 而且你變妹了 你是可以的 呃 多了 靠著旁邊沙發啦 對 這樣 你這樣很像打電話 身體比例會拉紅腸 這樣喔 然後發出老爺爺的聲音 欸欸欸欸 你在指 你在拍他的片對不對 我知道你長得是有機一點的 你長得超可愛的 你不會讓人家看著就覺得 欸 都長得一樣 不知道你也是會想說 哇 怎麼會的女生那麼像娃娃 而且你前途後翹 真的好羨慕喔 我也羨慕你怎麼可以這麼可愛 跳有天生八字眉 我自己要弄都很難欸 表情不到位 但要怎麼樣才到位 你要說一句台詞 欸 怎麼了嗎 欸 瞎小 欸欸 欸欸 好 我突然說 你怎麼不想說 在目的 不想說 我可以不想說 我可以不想說 那我會想說 你不想說